俄罗斯总统普廷19日出访伊朗首都德黑兰 会面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此次会面紧接在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中东之后 让外界不免联想 莫斯科当局似乎想通过此行声明 即便遭到西方强国制裁 俄罗斯与伊朗、中国、印度仍保有密切互动 并非在国际局序中古里无援 克里姆林公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厄加科夫坦言 普廷与伊朗领袖哈米尼的会面至关重要 将针对双边重要议题展开一场信任的对话 根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 哈米尼在会谈中告诉普廷 伊朗与俄罗斯必须展开长期合作 并且要对西方的轨迹保持警觉 普廷也保证俄罗斯会维持独立性 呼吁各国在贸易时尽量使用本国货币 与哈米尼提出的在全球贸易舞台中 剔除美元的理念相似 显示出恶伊双方渴望抗衡西方势力的共同目标 也象征两国在备受西方制裁下的共同反击 针对乌俄战争 伊朗外交部日前虽然挂保证表明 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攻击 所以绝不会支援俄国的武力行动 也不会输出无人机给俄军 但哈米尼在最新谈话中却指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别无选择 因为若是没有采取行动 西方就会主动挑起战争 也引起外界对伊俄关系的关注 日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就曾指出 美方已掌握某些资讯 足以指控伊朗曾贩售武器给俄罗斯 伊朗与俄罗斯看似关系紧密 但其实专家认为 伊俄两国始终不是盟友关系 中东问题专家伊弗萨拉表示 乌俄战争爆发后 伊朗曾多次谴责俄军入侵行为 并非盟国之间会有的举动 他推测 此次伊朗的亲俄手段 是要向西方世界证明 伊朗在中东以外的世界 仍然具有影响力 记者萧春云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